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na 還有我們的嘉賓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Anna你好 你好 一個星期沒見了 我們今集也會負責回答一些聽眾朋友的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我已經收到很久了 很抱歉 因為始終我們的時間關係 和節目始終一個星期一次 對嗎 將來我們可能考慮一下 可能密一點 可以盡快把我們收到的問題 盡快和大家解答 這個問題其實在大概1月18日收到 對嗎 對 不好意思 因為檢查電話也比較遲了一點 OK 不要緊 我或者讓大家聽一下 好 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哪一類問題 OK 這位聽眾朋友叫Johnny Ma 其實他就是關於問一些膽囊炎的問題 這位聽眾其實已經收聽了Dr.Yuan的報告 上有關自然療法的節目 已經是一段時間了 亦都覺得很有啟發性 最近的體驗中 發覺自己開始有脂肪肝、膽囊炎、冠狀動物、觸釀硬化 所以他很想在適當的運動前提之下 調節一下飲食 但是聽到醫生節目當中也提到 其實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就要視乎每個人的體質來決定 是否適合食素 而且可能需要填一份問卷 才清楚知道自己的體質是否適合食素 很想請教完醫生 不知道會否有這份問卷可以分享出來 或者問關於脂肪肝、膽囊炎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在飲食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理論 有不同的說法 但是一般最簡單是均勻飲食 也有所謂金字塔的食物分佈 但當然也有很多人質疑 說這種均勻飲食 其實都是一些食物公司製造出來的 所以比重方面 把肉類、牛乳類動物等產品 放得很高 所以有些人會認為這種均勻食物 應該調一調 所以我們不論如何都好 簡單來說 我們食物始終是吃當地出產的食物 和合乎當地季節的食物 食物又不需要太多類化 很多地方的食物 總是吃些天然些 天然些的有機 比較生的食物 不要過分煮 不要吃太多製成品的食物 簡單來說 其實什麼都吃些是對的 每個人的體質是怎樣吃的 大家可能也有這樣的經驗 有一種說法 我們稱為 一種人的食物是另一種人的毒物 一人的食物是另一人的食物 其他人的食物是另一人的食物 其實它的意思是 我們每個人的體質有些不同 所以吃的方面都有些不同的需求 這類的資料其實在外國推出了很多 也有很多不同這方面的書籍 在我們的診所裏面 如果有病人需要去跟進這方面的資料 我們有一本小書 這本書是Dr.William Kelly 他自己是一位牙醫 他有一位枯牙的牙科醫生 他在1970年代 1973年患了胰臟癌 他之後便知道胰臟癌 在現時的醫療裏面 其實沒有什麼生存的機會 差不多百分之一百是一個死症 於是他便覺得 我不死得住 因為我兩個女兒還小 他有一本書也說 他老婆便剛剛 將她的現疏又沒有斷工 也沒有了 我不死得住 然後他便想辦法 用其他的方法 便醫好了自己 在整個過程裏面 於是慢慢地 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牙醫 是Texas 一個小兒子 很多人都認識 小兒子 大家認識大家 她說 這個牙醫 為何應該過世很久了 為何她康復了 大家都很好奇 便去問她 於是他將她的心得 如何醫好自己的心得 其實是用食物的方法 用食慮的方法 便處理了自己 最初她的工作 就不再做牙醫了 她是做一種營養顧問 因為她又不是西醫 所以你說做西醫 一般的看普通科 可能都會觸犯法律的問題 她一生亦都比醫學界 政府、衛生署 搞她很多 經常查她 很明顯 她不想她用一些非藥物的方法 來醫病 即是非西藥化學藥的方法 醫病 最後她發現了 每一個人 當癌症好之後 或者為何會出癌症 都是跟她的飲食有很大的關係 在她的癌症理論 她說癌症基本上 成因就是我們的身體 有些所謂叫做 新直細胞 Germ Cell 在我們那個 胚胎形成的階段 這些身體的細胞 就會組合成為不同的器官 我們叫Differentiate 不同的器官 這些細胞 由同一類的新直細胞 會分化到不同身體的器官 有一類叫做新直細胞 即是負責我們新直 卵巢、精子 這些細胞當然 在分化過程 是遺留在身體不同的地方 於是在我們成長過程 這些細胞都企圖成為成長起來的 但是這個是胚胎細胞 所以當她在一個錯誤的地方 企圖成為一個胎兒 這就叫做癌症 所以她處理癌 我們身體個人也有這些細胞 只不過在一個健康狀態 荷爾蒙均勻平衡的時候 還有我們身體的酵素粥 酵素是幫助消化蛋白質 這些所謂迷失了路的新直細胞 就會被消化了 就不會成為一個胎盤或者胎兒 這些這樣的生直細胞 在身體不在生直器官的附近 企圖成長 這就叫癌症 她說其中一個人的身體 身體的體質和飲食 都會導致我們身體會不會有癌的傾向 所以她就製造了一本書 這本書是整本書的一個問卷 如果大家要做 你也可以買這個叫做 《Metabolic Typing》這本書 都不是書,都挺大本的 是 一個文書籍的手冊 我通常建議大家 用圓筆去回答這些問題 是 回答到最後 她將你的身體有十幾個類型 但當然大致上 都是 談不談去吃肉 或者談不談去吃素 或者是有些人 兩者都可以的 都適合這樣 如果這個讀者有興趣 你可以 在外面 我覺得市面上 都未必能買到這一類的資料 我們陸倉健康店 有這個搜索購買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做 就可以仔細一點 可以看到自己的體質 在哪一方面 始終問題都挺大 或者將來我們在這個節目 再跟大家探討這方面 這方面其實 市面上 這類的書 我起碼都見過三四半 大家都是講這方面的問題 Dr. Kelly 可以說是早年 已經開始研究這方面的東西 你說 那個運動 和飲食條理的飲食 簡單來說 都是盡量吃生的食物 新鮮的食物 合乎季節的食物 以及減少那些加工的食物 這個就是為主 大原則 有些人認為 吃肉類吃得不好 脂肪吃得不好 其實很多方面的資料 都認為不一定 也有這方面的資料 是講傳統的食物 叫做 Nourishing Tradition 這本書解釋 其實在我們地球上 很多不同地方地域的人 因為地理環境 他所吃的食物 當然是很不同的 而帶地方吃的食物 當然是疏剁會多些 但在寒冷的地方 多於肥膩 脂肪 例如愛斯基 沒有人的飲食習慣 是很不同的 脂肪是很高的 食物的脂肪 可能佔他食物的卡路利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有脂肪 反而他們沒有什麼心臟病 或者血管硬化這些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 基本上 盡量吃多些天然的食物 這是最好的 即是最安全的 其他方面 你說怎樣調價 其實這個理論真的很多 大家有不同的說法 我也有很多資料 認為吃肉是身體需要的 很明顯 我最終的結論是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所以吃的方法不同 這方面 暫時來說 Johnny 如果你在香港 你可以試圖買這本書 因為有幾百個問題 或者很難 在這個節目 跟大家一直做 Metabody Typing 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關於脂肪 肝的方面 膽囊 其實大家都相關 或者我現在 跟大家分享一些 關於膽囊的問題 好 以及怎樣去處理 首先大家要知道 膽囊是一個小小的 好像理型的器官 在肝下面 如果你的身體摸下去 腊骨中間 腊骨有少許偏油 腊骨下面 通常就是膽囊的位置 很多時候 有些人的膽囊發炎 或者膽石 通常痛都是那個位置 痛 是心窩喉 膽囊的功能 當然是儲藏膽汁 膽汁是由肝製造出來的 膽汁釋放出來 幫助我們消化 在消化過程裡面 膽囊出來的膽汁 會經過膽管 進入到十二小腸的位置 十二小腸的位置 十二小腸是我們 小腸的頭一部分 大概一尺 這麼長的位置 這個通常是 我們身體吃到食物 又吃到有脂肪的食物 我們身體就會 會推動我們的膽汁流入去 當我們進食的過程裡面 有些食物一直被消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身體 膽和小腸出現荷爾蒙的 荷爾蒙就會促進我們的膽囊收縮 將膽汁輸送去十二小腸的位置 大家有機會看到膽汁 有些是黃膽水 大家也知道 是黃黃綠綠的顏色 通常膽汁的成分 都是膽固醇 和卵卵脂 和膽鹽 和其他物質 它的功能是做什麼呢 是將食物裡面的脂肪 將它 emulsify 將它微粒 將它由大的脂肪粒 變成小的脂肪粒 小到我們身體的小腸 會直接吸進去 我們身體消化的脂肪 其實是將它 不是將它化解成不同的物質 只不過將它的微粒 一路變細變細 小到我們的膽 我們的小腸 可以直接把它抽進去 所以是沒有化學的化解 只不過在物理上 經過膽汁 將它化為細的微粒 這樣意思的 好了 當然最常見的膽囊問題 就是膽石 對於美國的數據來說 差不多每年一百萬人 發現膽石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基本上 有三種不同的膽石 主要最多的是膽固醇的結晶 加上膽鹽 大部分人 可以這樣說 一生有膽石 是完全不知道的 到死都不知道的 OK 我記得有一個數字 說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人 基本上 有膽石 是完全沒有什麼症狀的 即是不痛的 完全不痛不成的 所以一般現在的做法 就是如果不痛 第一 你察覺不到 除非你是做一些 其他的禮行檢查 會照得到 一般來說 很多人都不會去 不知道的 自己不自覺 到死後被解剖 發現這個人生存有膽石 有很多 我記得我在脊骨神經醫學院 讀書 我們解剖裡面 我解剖的獅師 是一位很肥的 打獅師 是 他肥肥很肥 我記得 光頭 他人很肥大的 在我們解剖的過程 發現他的膽囊 那些石 是多於成碗 那麼大碗 即是每一顆 都差不多指甲那麼大 你看得出來 成碗 在他的病歷裡面 都沒有說 很明顯 他是死在心臟病 這方面 可以 都是五十多歲過身的 但是他成碗膽石 被我們解剖 開始看到出來 所以很多人 就 有都不知道 有都不知道 有些很大顆 如果很大顆的膽石 他基本上 就 處在膽囊裡面 他不出來便沒事 通常膽石痛 是那些小顆的石 企圖在膽囊 走出膽管的過程 就刺激膽管 形成劇痛 所以 通常痛 通常都是小顆的石 企圖排出來 或者膽囊有少許發炎 如果有這些石 不斷地磨它 膽囊會發炎 發炎本身 會有一種隱隱作痛 是 好了 那 當然 在石頭排出來的時間 有時候可能 失去膽管的膽囊 或者會 可能會刺激到 令到膽囊發炎 這就是膽囊炎 噢 原來是這樣 我們那個 聽眾所問的是膽囊炎 膽囊炎 膽囊炎是比較多的 很多時候膽囊炎背後 都是膽石關係 是 膽囊炎 當然抽痛也很厲害 有發燒 還有腹部有種隱痛的感覺 也有時候會見到 作喉作喉作喉 當然膽囊炎 可以成為慢性膽囊炎 在這個情況之下 膽囊炎可能慢慢地 慢慢地 一路一路來 退化 最多後來 可能完全停止了 是 停止了這個功能 當然 有些情況 膽囊會化膿 化膿的時候 出現成泡的膽囊 在膽囊炎 當然會引起高燒 還有很嚴厲的腹腔痛楚 也有時候 如果石頭 塞住膽囊 膽囊可能會有很多黏液 或散 慢慢地 撞大了出來 當然這些是比較少的 很少很少 大概十萬個人 有三個 出現這類問題 當然膽囊炎的問題 都是比較 在美國上數的時候 100萬人 通常 很少在40歲以下出現 即是比較年紀大一點 44以上 就開始慢慢慢慢多了 而女性的患者 比男性多了四倍 如果人是肥胖 或者膽囊炎 所謂比較高 或者是有糖尿病 或者是甲上腺的功能低 這很容易出現膽囊的發炎 慢慢地造成膽石 好 好 遇到這個情況之後 很多人都會去找醫生去處理 是 有什麼方法 在一般西醫的立場 如果遇到膽石 膽炎 膽石 有症狀 痛得很厲害 其實這種痛法 其實藥物都沒有什麼有效可控制 所以他們最終都會採取割除手術 割除手術 以前割除方法 流出來的疤痕很大 是 但現在最近開始用了一些所謂的keyhole 那些骨内窺鏡的做法 可能它割的地方很少 可能一寸位這樣做出來 是 大概可以這樣估計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有膽石 通常可能會痛到要採取這個步驟 過去最新的就是用了keyhole 所以它可能都不是個愛人 很成功做得出來的 可能是後遺症 可能會挺麻煩的 嗯 好了 那 很多時候 除了膽囊出現 或者疑狀 因為膽石 塞住了腦口 疑狀的管道 跟膽石的管道 膽側的管道 是很相似的 所以有時候 也會導致疑狀 也會出現問題的 通常我們一般西醫的做法 就是在急發病的時候 就要不要吃東西 就要用那個IV 來吊針 來餵食 或者加一些一般性的抗生素 來控制那個症狀 企圖就把它平奉這個症狀 但最終最終 都是採取割的手法 當然如果你發現膽囊是有癌症 一般傳統的做法 都要趕快把整個膽囊割掉 嗯 好了 飲食方面 一般的指引都是這樣 就是吃低脂的食物 為什麼呢 身體膽囊的膽質出現呢 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食物裡的脂肪一高 就會引發我們的膽囊 要排泄 這些膽質 所以你減低低脂的食物 不需要膽囊的工作量那麼大 所以所有的肥膽 或者煎炸的食物 通常都會在這方面幫助少少少 嗯 過去呢 我們有些人就說 過去的做法就是 當你割了膽囊之後 通常就叫它不要吃那麼多脂肪的食物 是 但是現在的新的做法 其實說新的已經很順暢了 已經改觀了 是 認為這種做法就不太好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 將來病人處理肥膽食物的能力 比較低了 所以他說算了 不要緊 只要吃海也 是 原因呢 我們很多的膽汁 大部分就不是膽囊 其實根本在肝裡面的膽管 在製造過程 其實很多膽汁 在廚藏的肝 那些肝的管狀 那些肝很大塊 膽囊也是小小的 所以 新的做法 也不是刻意 要你減低脂肪的食物 有時手術之後 避免你將來 處理脂肪的食物的能力減弱了 當然也讓膽囊有機會休息 食物也要求 少吃多餐 一天吃四、五次、六次 然後吃一、兩、三次 那樣的 那 尤其是臨分之前 沒有吃那麼多 那其他 要多些吃的 就是紅菜頭 紅菜頭 青肝的 所以有時我們 遇到這類的問題 簡單一點 去喝紅菜頭汁 有一種果汁 紅菜頭汁 但如果你的紅菜頭 大量喝 你有時會作悶 因為可能刺激肝太厲害了 那麼橄欖油 還有 紅菜、松菜、紅菜葉 那方面 都是這方面 可以幫助我們 將膽汁吸食 那麼 更少減飲 那些有氣的 氣水方面 有氣的類 因為很多時候 這些有氣的 然後的飲品 可能會刺激膽石 來遇到 導致我們會更加痛 這方面 一般傳統 都是這樣做 好了 在自然療化方面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工具 其實我們有的 譬如營養補充劑 裡面有一種營養素 叫做 Carnidine C-A-R-N-I-T-I-N-E Carnidine 原來 Carnidine 是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消化脂肪的 亦都可以減低 我們的膽固信 那就是一般人 都經常有膽囊的問題的人 通常這方面都有些問題 那這個Carnidine 是會幫助我們 將那些 所謂我們叫做 長年的脂肪酸 將它轉為能量 那尤其是 你在有壓力之下 你在吃肥膩 或者吃很多脂肪 或者在有壓力之下 你這個 將食物轉為能量 是比較差一些的 所以有些人 運動員都很經常 是採用這個工具 就是L-Carnidine 那它的份量 大概是500mg 一、兩次 那其實希望 幫助我們的身體 脂肪 早些轉為能量 在某程度上 是幫助我們 維持體能 還有一種減肥 不要脂肪聚積 那另外一個 營養素的工具 就是我們吃一些 消化酵素方面 消化酵素 整體性的 有些幫助脂肪的消化 有些幫助澱粉質的消化 有些幫助蛋白質的消化 這方面都要整體用 所以異狀酵素 亦都是在這方面 幫助得到 那 那 當然 如果你是胃酸 在酵素的過程中 有些加鹽酸 那如果你的胃有刺激的 可能有胃潰瘍 這方面 有些發炎 那如果 這類的工具 這些產品 如果含有胃鹽酸 可能會有些 刺激性 那自己小心一點 那 那 這是一個 一個 簡單的方法 那 另外就是卵倫脂 那卵倫脂呢 可以幫助我們的消化 亦都是幫助我們的脂肪 那個輸送的過程 那 那卵倫脂就是Licicent 那 那大概呢 它通常的包裝 都是1200mg的 一個膠濃妝 那或者呢 可能呢 就是液體 那就是一兩茶匙 每一餐裡面都可以用的 那還有呢 就是尾 那大家知道尾 尾是一種 就是舒緩我們肌肉壁的作用 尤其是我們叫做Smooth Muscle 就是不是隨意控制那種 內臟器官那些肌肉 那麽 那麽倫脂可以幫助我們呢 是那個膽管呢 是將它呢 抒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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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讓它沒有那麼大壓力的 那從神經系統呢 那個尾都有幫助的 那 那我們分量呢 都要求大概350mg 那些呢 那些就是Kelated Magnesium 那一天吃兩次 那這方面都可以幫助 那另外呢 維他命E 那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劑呢 那也是 可以說呢 是幫我們清除那些油離基 那 那 就是找得多一些 這方面的 因為含有維他命E 那些多的食物 那一般來說 那我大概呢 就建議大概 一百到二百的IU 是要軟飯吃的 那慢慢你加 加到四百的IU 那這些都是有幫助的 那 那除了我們那個 就是營養補充劑之外呢 那也都有其他工具 就譬如好像草藥 西草藥 那西草藥裡面呢 有個叫做Archicoc Archicoc 那一種西草藥呢 也都是幫助我們膽質的 那個 製造膽質 和減低那個膽石的 那 那Archicoc 這種草藥呢 那就可以大概 進食量 大概二百五十到五百的Mg 那就是 一天兩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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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那種的Dandy Line 就是蒲公英 那這個 那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那過去數百年來 一直是 用備用來 是幫助我們膽囊 和肝的功能 那蒲公英呢 的份量呢 大概呢 就 那就是 用法呢 就一天三次呢 每次呢 大概二百五十的Mg 那吃它六個星期 那通常呢 吃草藥呢 都是吃一下停一下好些的 那停它一個月之後呢 就再重複 再重複 那當然呢 我們香港人呢 在食物那方面呢 會用些薑 或者是煮些薑汁 那當然也都外面呢 亦都有些薑的那些 那些 就是製成品 那樣 都可以用的 是 好了 那其中有一個 一個研究 大概這個研究 用了 用二百二十五個病人的 那這些病人呢 都有慢性的膽石的症狀 那他們呢 他們呢 發現呢 用一個草藥叫做 GOLDEN SEAL 這個草藥 那他們呢 差不多呢 在四十八小時裡面呢 就已經這種 不適的症狀呢 已經消失了 用了GOLDEN SEAL 那他們用的份量呢 大一百二十五到二百五十的Mg 那一天三次 那在飯前呢 就可以 可以進食 那樣 那另外一個 就叫做MILK FISCAL MILK FISCAL 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個成份 叫做CELIMARON CELIMARON 是幫助我們呢 重新維修 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 肝的功能 那樣 那找一些呢 就是那個成份 比較準確一點 那它的成份 主要的成份 是CELIMARON 那最好有百分之八十 那個 那個 那是CELIMARON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用量都是一百到二百的Mg 一十三次 用一個月 停一個月 然後再重新 這個MILK FISCAL 那還有一個就是TUMARON TUMARON 就是那些 薑黃素 就是我們咖喱粉裏面的一種 主要成份 那它是一種 抗炎的功能 亦都呢 是加強我們的膽質的流暢 亦都保護我們的肝 那在那個過去的研究呢 就都發現呢 可以抑制很多這些 就是很多這些 引發我們的膽囊發炎 那些那些 那些微生物 那那些 那分量都是 一十三次 每次250到500的Mg 那這個就是西草藥方面 就是處理這個問題的 是 好了 那同類療法呢 我們都有很多方面的 多方面的這個療劑 那我們分享一下醫生 是的 其中一個呢 叫做BARBARUS vulgaris BARBARUS vulgaris 都是這種這樣的膽囊的症狀 那通常這種症狀呢 如果你按它 會痛些的 那這種的痛呢 可能呢 會蔓延成整個部位 由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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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肝 去到那個胃 那可能你會覺得很累 還有可能有頭痛 那樣 感覺上呢 你的頭痛呢 就好像 有一個很緊的帽子 帶著在那裡 那還有你的症狀呢 可能不斷地改變的 那又 又 又很肚餓 突然之間就沒有了胃口 那這類的症狀呢 我們可以考慮 用BARBARUS vulgaris 那份量呢 12X 或者6C 13次 用一個禮拜 再停一個禮拜 再重複 那樣 直到這個症狀呢 是 完全消失為止 是 好了 那除了這個 同類療劑 BARBARUS vulgaris 那另外一個 就叫做 CHERADONIA CHERADONIA 是 叫做 白骨草素 那 這個呢 傳統上 都是幫助肝和膽的問題 那 CHERADONIA 很特別的症狀呢 就是 這種 膽囊的問題呢 會引發 我們右甲骨 我們右 背脊的 Scapular 那裡 骨頭的下端 有一種痛 那些痛 那些痛呢 是一個很單的 就好像有些 有些 有些硬著那種痛 那這個是CHERADONIA 的症狀來的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有膽囊的問題 或者我們 發現呢 我們那個痛呢 在我們右邊 那個 那個 Scapular 那個 骨的下端 那種痛呢 那或者這種痛呢 通常 晚上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比較痛一點的 那 也都其他一些 可能有出現 那個呼吸的症狀 或者皮膚很癢 那 那很多時候 那些人的皮膚癢 不如是年齡大的人 那很容易 皮膚就 就是 那個 乾膽清得不清 那些膽素清得不清楚 那 那我們的皮膚很容易癢 老人家經常 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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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 那些皮膚的症狀就要解決了 是 赤磊多年 吃法都是 12X 或者6C 13次 吃一個禮拜 停一個禮拜 再重複 是 好了 那另外一個 是Terracicum Terracicum 就是等於Dandelion 即是蒲公英的意思 那這個是同類療法的製劑 那療法跟草藥有些不同的 草藥是本身有成份的 但跟療法是將它本來的草藥 將它不斷地稀釋 那一百分之一的一百分之一的 或者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的 那稀釋到最後 其實真的很少物質在這裏 好了 那我們什麼情況之後 會考慮蒲公英這個同類療劑呢 那通常呢 這個症型呢 除了膽囊有問題 功能上有問題 它亦都有些胃 有些胃酸 還有很多胃氣的 是 那你可能呢 夜晚會有些 夜晚會出那些悼汗 那些類的症型呢 那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就用那個Terasicum 是 那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三個療劑裡面 其實呢 都是對膽的問題的 但是呢 那個指引是不同的 是 那Berbarus 那種痛呢 是蔓延整個部位的 那可能呢 是飄忽得很厲害的 來得很快 有時候去 那我頭背有時候呢 好像有一種 大一種很緊的毛 那這樣 那Terasicum 的重心呢 就有隔骨那裡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肩頭的背後 隔骨那裡 就有一個痛在那裡 就是反射痛出來的 是 那Terasicum 就有一種遺孫 和很多胃氣 和夜晚悼汗 那所以呢 在我們的治療 在我們的辯症那方面呢 雖然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那但是呢 最好呢 要變得清楚一點 那這個效果會更加好的 那當然也都有人呢 用就是針灸啊 指壓啊 或者背骨花藥 其實這方面 其實都是幫助得到的 那大家可能也有機會聽過 就叫做清肝 清肝膽 那現在很多人呢 都是用這種這樣的方法呢 就來到呢 是企圖呢 是將我們身體的那些 所謂那些 那些膽石啊 多餘的那些膽石 就把它清除了它的 那我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們就在你說清肝膽方法之前呢 我們休息一會兒 稍後再回來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名稱是三個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大家又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袁医生好像即将会分享如何帮大家清光淡一个自然的方法 大家留心听听 其实可以很简单 我们可以说你大概预备一个周末 24小时 因为程序上大概是两天左右的时间 很多时候我建议那些人要做是玩星期六开始 当然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吃任何药物和维他命 因为会防硬它的效果 那材料方面我需要什么呢 大概需要4汤匙的瀉盐 OK 需要半杯橄榄油 最好用一些有机的橄榄油 再用四分之三杯新鲜的西柳汁 或者一种柠檬汁 其实都可以的 这个材料是这么简单的 OK 好了 星期六第一天吃清淡的早餐午餐 清淡的意思是不要吃到有含有脂肪 肥腻的食物 好了 午餐之后 下午两点之后 你就不要再吃东西 但你可以喝大量的清水 OK 好了 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准备一些瀉盐 把四汤匙的瀉盐 在三杯水中 大概是24盎司的开水 那我就把它分成四分 每次大概是六盎司 就是四分之三杯 是 那方便些 这些喜剑 就可以放在冰箱 是 那你预备好了 到晚了 六点钟 就喝第一杯的瀉盐水 是 那 如果你还没做好之后 你即时就喝一汤匙的瀉盐 等到六盎司 四分之三杯水 都可以 是 那或者你可以加一点维他命丝粉 令到味道好喝一点 那 那 因为呢 始终最难喝的是那个瀉盐 是 有味的 有时候一听他 有些人听到 用青肝蛋 喝四盎司 就是 半杯 橄榄油 哇 鸩奶油半杯 怎么喝 他以为最难喝是油 其实呢 其实男人呢 反而是个瀉盐 因为瀉盐的味道 真的比较男人 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将那些西柚 橄榄油 大概六点钟 开始拿起 冰箱 拿出来 那就可以 室温等它暖一下 嗯 那当然呢 有些人喝瀉盐的时候 有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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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瀉 是 如果有呢 其实目的都是要这样 嗯 就是要将那个 腸壮的那些分辨 废物呢 来到就是排除 是 来到希望令那个胆管 就去扩张的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瀉盐的目的 是 好了 那六点钟了 那到晚上八点钟呢 我就开始喝第二杯瀉盐水 嗯 嗯 四分之三杯的新鲜的西柚汁 是 那放入一个瓶里面 就是有封口的盖 嗯 那加入呢 就跟着呢 就不如将它大力地搓 是 把它拌均匀 拌均匀 那就 好了 那如果那天呢 如果晚上有起床去厕所 就早点去厕所先 是 那因为呢 嗯 喝了橄榄油之后呢 你就要立即立即立即上床睡觉 是 那到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呢 那就在 啊 在 啊 在 你将那个五分钟之内呢 是将那个 西柚汁和橄榄油的混合液呢 就全部喝光了 是 那就开始呢 立即上床睡 那就最低呢 那就最低呢 直静餓四十二十分钟 是 那越早餓呢 就有越多机会呢 就将这些这样的胆石就排出来的 就是不要喝了之后呢 又要做其他事情 哦 总之呢 你预备呢 十点钟上床 那就五分钟之前呢 就喝了它 嗯 嗯 好了 那通常来说呢 啊 就不会有些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是 那间中也有些人呢 就会觉得呢 有些少少 啊 都遇过的 是 但如果真的有作门 有些人会见过 有些人会觉得 有什么有呢 有吐的 那如果真的要吐呢 就无所谓啦 有些人吐了出来 那大多数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就应该是没什么的 就是没什么痛 有什么症 总之呢 就睡觉就可以了 那好了 那 那日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就喝了第三杯 嗯 喝了第三杯 第三杯 第三杯盐水 嗯 那如果你是 就是 还想睡觉呢 那你就 就 照顾可以 你要继续睡的 总之喝了就可以了 但主要呢 就是 不要在早过 早上六点钟之前喝 就是总之你睡足的时间 最后才喝 嗯 那两个钟头之后呢 就喝了第四杯 最后那杯 是 那就是前后呢 就是 前一晚呢 就喝了两杯 跟着喝油 是吧 那起床 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就再喝一杯 两个钟头之后 再喝多一杯 嗯 那好了 那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可以知道呢 你早上呢 你就会有很多很多 就是清泄这种感觉 是 那你可能知道呢 你看到呢 有很多很多的石仔 绿油油的石仔 是绿色的 是 而大便呢 多数向下沉 是 那当然了 间中有些胆 就是胆固醇呢 就会有些上浮的 甚至乎有些蚁色 或者绿色 那 那算一算吧 可能有成 有成几十粒 或者一百粒 那样大大小小 哦 OK 那可能呢 就知道那段时间呢 你就会想 就是肚舍几次 嗯 那每次呢 将这些胆石呢 这些绿油油的胆石呢 都会将它排出去的 嗯 所以这个清泄的时候呢 这些胆汁呢 其实这些绿油油的 其实基本上是那些 那些胆固醇的 哦 那些胆固醇的 那些物质来的 那将它呢 就是 就是可能经过 那个长度 或者经过那些射炎 那样呢 就变成一粒粒那些 那样的体状 那但当然了 如果你有些情况呢 里面那些小的石仔 都可以看到出来的 是 那有些人呢 就拿个收机呢 就将这些糞便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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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清洗清洗呢 你会看到呢 就是那些胆汁呢 那个绿油油油的胆汁呢 当然 慢慢地会融化啦 是吧 那但有些小石仔呢 你可以看到呢 是直接可以隔绿到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呢 真的一些细砂 可以细砂出来的 是 Cab Jackie 吧 成一大小的石 Ryan 神ic Light 然后大小的石 就是在规模 这些胆巻 这个胆管呢 就没有那么排佈出来的 那那些都排出来呢 通常的是那些细砂 胆沙 当然,导致你的痛,多数是胆沙 不是那些大粒的胆石 你做好之后,很多人觉得轻快很多 有机会清一清 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记得我做好之后 我的腰围即是缩成一串半 即是很明远,它是将你的脂肪 因为胆汁的功能是将你的脂肪溶解 即是化解它 所以胆汁基本上是很多脂肪 你将脂肪清除后 你很快发现腰围即是缩成一串 听听好像美容的减肥广告 用脂、排脂 你会遇到这个现状 很明显的原因就是 根本我们所谓的胆固醇、胆汁 含有大部分都是脂肪 不论什么原因 可能有胆囊、发炎 或者有胆石的问题 未开刀之前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但当然有些人会说 哎呀 会不会做过程里面 石就出不了 是 基本上我们的经验 我遇过很多人的资料、报导、经历 很少人会遇到这个问题 不会说一出不了 塞在这里 哇,这就肿痛了 又要急症伤去割 很少在这个情况出现 因为第一,胆囊的出口 其实接近胆囊是更小的 如果你过得那一关 再出来就越来越大 所以很少出了胆囊之后 就再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记住 我用那个射烟 已经把胆囊的管道打开了 所以是方便我们排斥得更加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自然医疗里面的处理 肝胆这方面 肝胆是我们身体的化工厂 尤其是有成二千多种的新化的程序 是我们经过肝的 我们香港人肝炎比较多 尤其是B型 在医学上的说法 B型的肝炎 通常要亲切的接触 性行为 或者是输血 但是你也看到 香港一般的数据 差不多10个有一个 有肝炎 大肝也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不应该是这样的解释 是 我们经常说 在自然医疗的概念 就是密先负以后重生 所以问题就不是说 因为我们吃了很多的 因为那些被这些肝炎菌 病毒是侵袭的 有几多人 我们香港人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濫交的 是吧 而且你说接触出血的人 香港人都是一个很少数人 但是不解释到 为什么10%有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自然医疗的密先负 又重新解释更加更加合理 是吧 就是我们的肝炎 是我们的化工厂 任何的不好的物质 毒素 都要我们肝炎 企图将它过滤 和化解 所以 如果我们的饮食方面 是太多毒素 生活中太多毒素 令肝的功能负担会很大 嗯 好了 当然我们经常说 预防性于治疗 是吧 最好就不要出现肝胆的问题 虽然我刚才说 40岁以后 你的人比较越来越多 女性比较多 男性比较多 好了 那我们怎么做预防呢 简单一点 就是吃得清淡一点 是吧 吃得不要吃那么多肥腻的东西 嗯 那因为呢 过粮的脂肪的饮食呢 就是我们那个胆囊 出现的最主要因素 是 那如果你是过肥呢 那当然就要减肥了 是 那因为呢 肥胖呢 就会加 就是加 加 加加加增加那个胆囊的问题 嗯 那运动也都当然很重要 嗯 整体来说 就是我们经常性惯性的运动 那我们也有些研究发现 就是如果 如果 如果经常的运动呢 是将我们那个胆石 出现胆石的危机呢 可以减低20%到40%的 嗯 这么一个 那可能的原因就是 它将我们的胆固醇 和我们三甘油脂这方面呢 就是和那个胆石有关的那些物质呢 都可以经过我们经常性的运动呢 是将它减轻了它 嗯 知道 我和这个博希望呢 这个资料呢 这位同症状或者其他的症状朋友呢 是可以很有实用的 是啊 没错 我想很多人做朋友 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好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Thank you OK 拜拜 拜拜 by bwd6